桃園防疫旅館出現跨樓層確診 不排除跟空調換氣有關 病毒彷彿無孔不入 醫師建議可以用空氣清淨機及濾網 把關室內空氣品質 它要對外循環引進新鮮空氣 帶有中央空調循環的這樣子一個公共空間 我們可以使用可過濾PM1以下的濾網 在人多群聚的地方 擺放移動式的空氣清淨機 減少空氣中懸浮為例 帶有病毒傳播的機會 要淨化空氣 醫事業於美國空氣濾鏡品牌 提出毒空氣三步驟 空氣清淨機進風口要朝向污染源 才能有效過濾脹空氣 不少人也會在儲食機空調 浴室抽風機等加貼空氣濾網 攔截病毒與髒污 濾網怎麼挑選也有Mega 一般民眾都會使用冷氣出濕的功能 那這個靜電濾網它可以補足 一般濾鏡器較難循環到一些高空氣層 利用它的濾網上面纖維的靜電 來做到一個吸附空氣中微粒的功能 它可以吸附到空氣當中 小至0.027微米這樣子顆粒大小 那像這樣的空氣清淨機的話 可以過濾到空氣當中 0.003微米等級大小的顆粒 最高過濾效能可以達到99.99% 面對變種病毒來襲 室內空氣品質不容忽視 辦公室 飯店等大型場域以及住家 靠空氣清淨機與濾網層層把關 築起健康防護網 三連新聞谷告書廖靜穎 新北市報導 410 4號 4號 4號